其實我在拍咒的時候 我推掉一部 天價導演費大陸電視劇 那個電視劇 大概可以 導演費可以到 800多萬台幣 5400千萬 10萬台幣 為拍咒推掉800萬錄劇 柯夢榮定義自己比賺錢重要 我叫李若南 6年前 曾經觸犯了可怕的經濟 恐怖國片咒 票房衝破5200萬 許多人看我回家 開燈睡好幾天 以鬼片出名的導演柯夢榮 前後花了4、5年籌備 還為此推掉天價片酬作品 其實我在拍咒的時候 我推掉一部 天價導演費大陸電視劇 那個電視劇 大概可以 導演費可以到 800多萬台幣 5400千萬 10萬台幣 那個都已經試拍了 我們不要拍 然後後來就是咒然後反毛錢 我就把它推掉 然後咒的話 除了沒有拿反毛錢以外 還有還自拍 然後還做了很多投資 是沒有任何的部分的就是 我用我的公司出的錢 有 200多萬 就是 看得到 帳上看得到 然後但是 帳上看不到的 應該也有 我 將近 180 我現在其實已經38了耶 我一直沒有覺得哪一部電影是我自己的代表作 那你38歲要40的人 你要有個定義自己的時候 你現在要定義你是一個要去賺錢的人 還是你真的是很喜歡電影要拍電影的人 然後我一定會選後面那一個嘛 我這有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一直賺錢我就活著沒意思啊 有沒有一度想要放棄 因為這個業真的是來來玩玩太多人了 沒有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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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會做別的事啊 我一直會拍片 我覺得 我很適合拍片啊 我很喜歡拍片啊 我也很懂拍片啊 那我 沒有想過不拍片 你沒有完全沒想過 沒有想過耶 我甚至覺得說我要拍到就是死掉了 沒有要退休這樣 我覺得很喜歡這件事 而先前發生劇毒人員醉鼓喪命 面對影視產業環境改善 導演也有話要說 老實說這件事情要改善啊 我覺得是從上而下 就是它整個的事情 包括政府的法規 或是我們的市場規模 到底有沒有辦法讓工作人員一天工作 像美國一樣工作八個小時 我們的產業有沒有辦法有一個功夫 或是台灣電影預算有沒有可能 讓你工作一天八個小時 然後拍得完一部電影 好 那如果希望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其實最上面的 預算要增加 如果整個預算增加才能變成兩個月嘛 對 那變成兩個 那如果 那變成兩個月你才有可能 那工作的時間不要被壓縮成那樣子 那預算要增加 不是沒來由的可以增加啦 就是說怎麼去放大 電影的市場 或是影視的市場 問題是要怎麼讓這個影視能夠更值錢 讓資方願意拿更多的錢來投入 然後也不是要讓它賠嘛 建立起一個產業鏈 一個商業的環境 讓人家覺得說 出這個錢是OK的 然後我們才能照顧我們自己 除了電影票房的收益以外 一個電影或是一個影視作品 它還有沒有別的收益的方式 接軌國際透過OTT平台 看可不可以走出 之類的 或是它有沒有辦法跟別的產業合作 比如說跟遊戲合作 讓一個電影的預算增加更高 你們 你們相信祝福嗎 P你聽不懂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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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